由新北市教育局和议员廖小青共同举办的新北洞健康全家奏徽来野餐会 日前在训电碧坛热闹的展开 活动将近有1200多未报名参加 而主办单位也准备了200张的野餐店来提供给参与的民众 议员廖小青就表示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让每个家庭的老老少少可以一边做运动 一边欣赏碧坛的风景 而一起享受美好的清晴时光 这是由新北市教育局与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和市议员廖小青共同举办的新北洞健康全家座会来野餐会 由于活动前几天出现大雷雨 让主办单位和民众都担心不已 生怕这场活动会受到影响 所幸在活动正式开始时雨就停了 主办单位表示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 希望这个节日能以幸福家庭为出发点 推广到每个家庭 而这一次野餐会就是要让全家老老少少有机会联络感情 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 第一位选在风光明媚的碧坛 大家知道碧坛是大家很喜欢来的地方 那也希望全家一起出来 外面是在野餐或是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尤其我们今天又结合了动健康 也希望我们全家一起运动 那都能够永保健康 5月13号的这个天后不闻 每个人心里就揪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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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活动到底要不要够 大家的念力 那他们也给我反映说 有有有我们拜四方神啊 都是用念力来完成 风雨雇人来 风雨生信心 所以呢我们会把一个活动 很有活力的把它执行完 所以呢也感谢今天呢 有很多人愿意参与家庭式的聚会 这场在碧坛的动健康 全家座会来野餐会 报名参加的民众将近一千两百多人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两百张野餐店 分送给来参与的市民 几乎秒杀而空 活动当天立法委员罗志正 也特别到现场与民众同乐 并赞许主办单位的用心 在母亲节前夕办这样的家庭活动 让全家大大小小聚在一起 听歌赏美景 一起欢度佳节 并祝福全天下的妈妈 母亲节快乐 全家聚在一起 共度一个母亲节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母亲节礼物 没有看到新天气 既有那么多民众参加 所以特别来跟大家问好 致意 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民众铺上了野餐店 以绿地为席 可以看见许多人 都是全家大小一起来 甚至有好朋友 好同学 纠团来参加 全家吃着饼干 喝着饮料 聆听台上音乐 都说这样的野餐会 不仅可以放松心情 也能让小孩 徜徉在大自然中 全家一起联络感情 感觉非常棒 我很感谢 到小青议员 办这个活动 野餐活动 让我们可以欣赏美景 又可以听音乐 很开心 很有趣 大家一起在这边玩的感觉 这边是世代同堂 在一起大家聚餐 就觉得很开心 我们从桃园来的 来参加这个月光晚会 就想说趁这个机会 假日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顺便庆祝个母亲节 很开心 很快乐 因为这次可以跟 那个阿姨家人 和阿嬷他们一起出来玩 我们是那个 廖小青廖议员的粉丝 所以他的活动 办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因为一切都很特别 很新鲜 尤其这次的那个 野餐的一个活动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可以来这边放松 尤其在这 特别的那个母亲节的节日 我觉得这个是最经济又实惠 然后又有纪念性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就带着一些好朋友 一起过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你觉得玩得好不好玩啊 那好好玩 好就一个赞吧 现场除了动健康 体操互动表演 管弦乐团演奏会外 一旁还设有 亲子闯关集点游戏 及趣味游奖真达游活动 全家一起坐在壁坛旁 免费享受山水间的野餐时光 相信这绝对是人生一大享乐 才能放一招 人生一大享乐 人生一大享乐